我和我的祖国一颗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流露出一首赞歌 这首歌你要是单纯从审美的角度 从音乐的角度去听这首歌 这首歌真的很优美 很好听很动听 我昨天我听这首歌 我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的 很多人在澳大利亚 是在悉尼吧 以那种歌剧院为背景 穿着非常好看的衣服 用非常优美的旋律在演唱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但是你看这个背景 它是在悉尼的澳大利亚 我这么澳大利亚的悉尼 然后我就感觉这有点不伦不类 你和你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 你在澳大利亚去唱这首歌有什么个意思 感觉有点人格分裂 如果说真的是在国内去唱这些歌 我觉得倒是可以忍受 在国内 你真的是没有跟祖国分开 真的是没有跟祖国分开 你唱这首歌没有毛病 真的是在唱一个事实 如果说人在海外 人在国外再去唱这首 你和你的祖国一刻不能分割 我就觉得有点太打脸了 有点太不伦不类 有点太精神分裂了 那咱们就是去分析一下 去研究一下这些人 为什么人在海外还要在唱这首歌呢 是吧 国内那些人唱这首歌 我也就不想针对它了 我也就不想说什么了 特别是那些在海外出国来的 唱这首歌 真的想说几句 不管说是那些什么海外的留学生 还是移民过去的 还是把孩子下载生在美国 生在澳洲的 是吧 真的要是和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的话 就回去算了 就不要就不要在这边待着了 是吧 你要是跟他说 你要不给你的祖国分开 你回去啊 不不不不不 这爱国是要爱的 这是人在海外 心系祖国 是吧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黑头发 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 我们要爱祖国 所以说呢 这个跟没关系 跟我出国不出国没关系 那你想想他们都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们呀 对于什么家国党政府 民族主义这个情绪 民族主义啊 这几个概念是完全的是柔和 这个柔和在一起的 这是分不清概念的 拎不清左右的 所以说一清祖国 就把这所有的概念都混淆在一起 所以说他们就是有这么一种情绪在里面 但是他们对于在海外这些生活吧 你要说让他们爱祖国你回去 他们不回去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说让留学生他们回去 那留学生 那不不不 我现在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这个国外呢 是这种西方的生活方式啊 这种文明程度啊 你说这个西方这些素质高啊 经济发展啊 福利好啊 将来要留到这里啊 要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啊 偷偷是道 讲了一堆道理啊 留学生你跟他说 他们不回去 你要说那些什么移民的 哎 你说你们不要移民了 是吧 你把那个绿卡扔了 你回去啊 他们也不回去啊 那我来这儿突什么呢呀 是吧 我来这边 我是为了呼吸 在这里的新鲜的空气啊 我是为了将来啊 生病看病了 可以不用的去去求医生 是吧 这个跟我这个是吧 这跟我爱国不冲突 不冲突 是吧 我很爱国啊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这个欧美的这种医疗制度 这种福利制度好啊 所以说啊 我虽然我很爱国 但是为了这个西方的这种医疗制度 为了西方的这种福利制度呀 哎 我不能回去 我得要为我的家人负责啊 你说那些把孩子生在美国 生在澳洲的 你跟他说 你跟祖国你一刻不能分割 那你不要把孩子生在美国 你把孩子你生在中国呀 让孩子继续拿中国的护照呀 他们可能也也会说 哎呀 这个不行 那这边的什么 呃 就是各种 这好那好 奶粉好呀 奶粉没有毒啊 是吧 你要是跟他扯什么三女精安 这个背后 他说 哎呀 这是那是企业 它是坏的 是吧 政府是好的 是吧 呃 是底下这个歪队 和要把政策念 政策念歪了 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这种什么 毒奶粉 是吧 但是呢 说我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吃毒奶粉 我也要把自己的孩子生在美国 这跟我爱国 是没有冲突的啊 我很爱国 我但是呢 我还是要把孩子生在国外 还是有许多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更更多呀 是跟国内有那种扯不清的这种利益纠葛 呃 你说这个赵家人哪有不爱赵国的呀 所以说赵家人都爱赵国 这是一个普遍的情绪 呃 然后呢 他们还要利用自己手里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媒体啊 电视啊 啊 纸质媒体 互联网媒体啊 还是要把这种影响力 一定要影响到所有的老百姓 让老百姓跟着他们一起去唱这些赞歌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中国十几亿人都去踊跃的去唱赞歌 都去整齐话语的高喊啊 毛主席万岁啊 那么这个江山呢 赵家的江山就算是稳了 这个自己的利益啊 也就算是保住了啊 这是最好的共产主义 这是最好的社会主义 这是最好的资本主义啊 同时也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最坏的社会主义 最坏的共产主义 关键是看你手里有没有权利 你手里有没有权利 这很重要 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啊 你手里有没有权利 这很重要 因为你手里有权利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护照随便换成啊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都行 是吧 虽然就是说你啊 一个黄皮肤 黑黑头发黑眼睛 但是走哪里都骄傲的说 虽然我是拿了美国的护照 虽然我是拿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护照 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爱我的祖国啊 然后为什么啊 正是因为祖国给了他这么一个既得利益啊 这么一个权利 有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这种赵家人的这种既得利益体系 获得了钱 他们在国内 然后捞了很多钱才能够出去去享受这种国外的这种生活 国外的生活多好啊 你看看这个天啊 今天呢是有点云 但是空气呢 这非常好啊 国外的空气太好了啊 国外的气候 真春夏秋冬 春天像春天 夏天像夏天 冬天像冬天 秋天像秋天 这么国外的气候太好了 没有人啊 很少有人说来到国外 能够不喜欢国外的生活 有很多是什么呀 来到来到国外 国外的这种舒适圈没了 我听说有些什么样的人特别是环境祖国的 国内的贪官 然后呢被双规了 可能说是这种战队没站好 然后跑到海外去 跑得匆忙 跑得着急 然后呢国内的钱没带出来 在国内呢 都是一个多少是个干部 天天要我喝六的 来到国外呢 怎么办 去餐馆里去刷盘子 结果刷不了三天 刷不到一个月 不刷了 踏踏实实回国去自首去坐牢 因为国外太苦了 真的是他跟祖国是不能分割 因为他在国外他没有去享受 他没有把国内的钱带出来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大致就聊了这么一个事 你看这个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 真的是真的是不想分割是什么呀 不能分割的是利益纠葛 那些人看他他跟祖国真正不能分割的是利益纠葛 如果他跟祖国祖国要是分开了 今天这个祖国呀 这两个字我老是念不好 他们如果说要是跟这个祖国要是分开了的话 他们就是说失去了这种获取 对于钱财的这么一个利益纠葛 这么一个权利 跟祖国切割完了 然后就没法在国内搞钱了 还有很多那些什么官二代 他们在比方说在加拿大去开跑车 那些官二代 他们跟祖国也是更不能分割了 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是在国内 正在捞钱呢 是吧 正在国内就是说通过他这个渠道 源源不断的把钱转到国外 他肯定不能跟国内分割呀 不能跟祖国分割呀 一分割的话国内这个钱就断了呀 还有那些什么小三啊 情人呢 还有说包括炮友啊 是吧 被送出国的啊 他们也不能跟祖国分割 他们跟祖国分割的话 国内的那些那些干爹呀 那些什么情人呢 就钱就不过来了 是吧 所以说这样 我一听这个我是我的祖国 这几天洗脑洗的呀 这个跟神曲一样 哎呀 一打开 你不管说是哪个推特也好 微信也好 YouTube也好 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媒体也好 到处都是这种 我和我的祖国 真是糟蹋这首歌了 糟蹋了 哎 中国呀 有很多歌呀 其实都很优美啊 红湖水呀 浪打浪呀 英雄儿女呀 这些歌呀 还有什么 郭兰应该是很唱了这些歌 还有什么希望的田野上 你真的要是从这种音乐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去听这些歌真的是非常优美 但是它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啊 希望的田野上 但是你在中国你哪能看到一片希望的田野啊哪还有好好的田野给你啊 这边国内呀都是国在山河破国破山河在都差不多了 反正呀有他们呀有cgp呀这个这个中国的好不了啊 现在这个十一大阅兵又在继续秀肌肉啊 对外吓唬对外也吓唬不了谁了 对外你根本就吓唬不了人 主要是吓唬国内的老百姓啊 国内啊十一啊让老百姓不要翻墙 他拍了个蚊子啊不能翻墙 那国外呢你看像什么啊川普他看这个十一阅兵也不爽了 他说你们这个搞一次阅兵啊 这个中国这十几亿老百姓啊都跟着啊喊主席辛苦了啊 主席啊不是同志们辛苦了 还为人民服务啊都在看这种像皇帝一样享受万众膜拜的这种感觉 川普看上他一眼真的是你看 哎中国呀这些人都在膜拜这个权力 但是我这个川普总统当的呀 这个民主党呀还在不断的弹劾我啊 BHBH实在是BH而在中国真的好 在中国一尝到权力的滋味 就是真的是很难放下来 在中国呀只要一根权力一挂上钩啊 都觉得这个中国呀是最好的祖国 谁都不想跟祖国去分开 更可怜的是哪些人呢 其实更可怜的不是那九千万党员 不是那些几百个红色家族啊 最可怜是那些老百姓 守着一个破的十四寸电视机还在看着这些节目 然后在热泪盈眶的去 去去去喊这些祖国万岁怎么怎么样 把那些概念搞清楚啊 什么是祖国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政党 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民族 甚至说要求高一点 什么是三权分立什么是君主立宪 什么是什么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权力制衡 那些制度那些文化 说有点可能很多人就不理解了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就是说我觉得呀 通过这件事我就是十一大阅兵 我就觉得这个中国老百姓啊 就是太可怜了 可怜这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这人呢也必有可怜之处 因为对我的频道 对我的个人人身攻击最多的也就是那些中国人 现在我也不说他们是五毛了 其实就是普通的中国人嘛 从小到大把这些概念都捆绑在一起 所以说我要说我不爱这个祖国 我要跟他分割 我要不当中国人 那马上就要鸡眼了 马上就要刷杯子了 马上就要掀桌子了 骂娘了 搞人肉搜索了 是吧 真的对于十一这个一个大庆典 我真的不太想去评价什么 我就是觉得国内的老百姓太可怜了 真正那些真正发自肺腑的唱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的那些人 他们都都在海外呢 大部分他们的家属 不敢说所有人 很多人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儿女 他们情人炮友 小三都在国外呢 所以说国内那些老百姓去唱这首歌 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 好吧 咱们今天就随便聊个小三分钟